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目前两岸的局势之下 是否可行对于台湾的国防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就是今天海峡论坛要跟两岸的听众 观众朋友们共同讨论的话题 东宁 好的 谢谢博弈 那么马英九政府这项大刀阔斧的财经方案 究竟有哪些利弊得失 是否会影响到台湾的核心战力 对于降低两岸敌对又是否具有正面的作用呢 今天的海峡论坛邀请了两位嘉宾就这些话题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 首先请博弈介绍今天在台北演播室参加我们节目的来宾博弈 那么今天在台北呢很高兴为大家请到的是 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国安组的特约研究员李华球李先生到节目当中 那么李华球先生呢对于台湾的国防政策国防战略等领域呢 有非常深入的了解与分析 我们今天非常的高兴能够请到李华球先生到节目当中 和华府嘉宾以及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共同讨论今晚的话题 那么请东宁为我们介绍今天晚上在华府参与节目的来宾 好的非常谢谢博弈 也欢迎李华球先生再次来到我们海峡论坛 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 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来宾 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研究院的访问学者 黄奎博博士 黄奎博教授同时也在台湾政治大学的外交系担任教职 而同样的由于是这样讨论 欢迎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 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长途电话 向两位来宾提问题 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看法 下面是参与今天节目讨论的解体方式 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电话方式 在台湾地区的听众观众请您先拨 00801 102 880 然后再拨866 837 5159 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先拨打 10 8888 再拨打866 837 5161 好了下面我们就正式开始今天讨论 第一个问题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秋先生 我想请您先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次马英九政府的一个裁军方案 究竟要裁多少人 包括哪些军种 还有这究竟是台湾要走向金兵之路 还是如反对党所批评的 是所谓的自费武功呢 李华秋先生 是 是的 目前台湾的这一个现有的兵力 大概是有27万5000人 那么根据马英九的这一个裁军的这一个计划 大概准备才大概七万五千人 那么其实这个裁军的这个计划 根据马英九的这一个竞选政见 以及国防部的这个裁军的政策 它其实分了三个期程 从520到今年底 是属于规划准备的这个期程 那么明年一整年 是属于计划准备的期程 2010年是属于执行验证的这一个期程 那么包括了这一个裁军的这个军种 目前根据相关媒体的报道 大概陆海空三军 以及后备司令部 宪兵司令部 联勤司令部 但这些单位都有可能会被裁册 那么我觉得呢 这一个左向军兵之路 这一个政策是对的 那么结合台湾的情势 以及两岸情势 以及国际的县市来看 那么台湾的必须要走量小 执金 小而美 小而强 这样一个军兵政策 确实是呢 值得一次的这样一个 好的一个国防策略 那么反对党的这个批评 当然是为了这个台湾的整体的 这个国防安全的考量 那么我认为呢 这个批评的国防部也必须呢 纳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建筋计划的一个考量 我个人认为它是一个精兵之路 不应该把它界定在 自费武功这样一个看法 好的 谢谢李华秋先生 那不少在华盛顿现场的 黄奎波教授 你怎么回应 另外我想请问您 像这样子一个裁军计划呢 它是不是有助于两岸 能够降低敌对的气氛 好 我想这个裁军计划 其实它基本上利益 应该是良善的 因为我们可以看看 现在两岸关系 两岸的这个军力 我们不能讲说 它还是个平衡的状态 因为中国大陆的陆海空 等等还有它二炮部队 它整个军力加起来 绝对是超过台湾 所以台湾在这样的一个 军事不对称的情况之下 台湾唯一只有两个办法 第一个就是继续 增加武器的采购 然后跟中国大陆对抗 另外一个就是希望 两岸的关系呢 能够由政治方式来解决 不要由军事方式来解决 而且我相信 两岸的中国人 都不希望看到 两岸的问题 最后由军事来解决 好 那如果我们采取 后面这个两岸关系 是政治来解决的话 从台湾的角度来讲 台湾其实不需要维持 像以前 号称40万的大军 因为40万大军 以前是准备 甚至以前还有 担负一些 所谓反攻大陆的目的 那现在我们看到金马 它的军队人数 已经降到几千人 所以这整个的趋势 我们看起来就是 台湾的确就刚才像 李贤刚才讲的 就是我们在走一个 比较精兵的 然后质量高的政策 那这个呢 我只觉得说 马银九政府 或许有一点 在公共沟通上 传播上 没有跟大众说好 也就是说 他突然抛出了这个议题 说我们要裁军七万五千人 可是我们军队的素质 要怎么办呢 我们的武器训练 针目 我们要做什么 其实他没有一套 很完整的论述 告诉台湾民众 他就突然抛出了 说我们要裁军 所以大家会觉得说 哇 要从二十七万五 裁到大概二十万 那我们国家安全怎么办 但其实很重要是说 我们的武器系统 我们的针目的 这个制度 尤其从这个志愿役 变成以后 从义务役以后 变成志愿役了 然后还有像以后 我们的整个军队的训练 我们要怎么样的一体加强 我觉得这个是在 我们人数减少的时候 怎么样还要告诉台湾老百姓 其实我们还有做 其他相对的配套措施 我觉得政府这方面 没有提的很多 那对于两岸关系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出发点 因为我们在谈 这个所谓信心建立的时候 其实信心建立 有时候不一定是要双方 你动一步 我才动一步 有时候单方可以动很多步 静淡对方的善意的回应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一步 其实在国外 我们看出来很多地方 也都是这样 有其中的一个国家 先率先减少了武力的使用 或武力的展示 最后导致另外一方 也有了善意的回应 所以至少我觉得 这台湾应该是一个 可以走的一步 好 谢谢黄徽博 那有关于两岸建立 军事信心机制的部分 稍后我们再请您 有时间继续的深入分析 那我想继续请教 在台北的李华球先生 那刚刚我们就谈到了 现在是台湾要裁军 可能很多人 第一个问题就是 台湾的安全要怎么办呢 那我想要请教您 就是请您分析一下 这次的裁军方案 可能对台湾的核心战力 是不是可能造成影响 那也请您进一步分析 所谓的利弊得失 好吗 李华球先生 是 好 那么裁军的 当然一定会有利跟弊 那么因为目前的 这样的一个军力 看起来的话 来面对整体的 这个军事上 建军上的一个计划 或者是面对两岸关系 或国际形势 目前这样的一个兵力设计 当然有一定考量的 这样的一个作为 那么未来 这个裁军假定 裁到那么剩下20万的话 我个人觉得 在利益的这方面 当然裁军之后 可以节省了 许多的这个经费 那么同时呢 也会把一些 容员做一个 彻底的态除 这个方面来讲的话 它可以精进的 这个非常专业化的一个 职业化的一个部队 也相对的可以提升呢 整体的这个 国军的这样的一个素质 那也有可能就激发出 那么人少了 它的潜能 它的整体的这个实力呢 当然就会被激发出来 同时呢 这样子我认为 它可以那么 让在效能上会更快速 那么在这个弊的方面呢 我觉得呢 因为人力 不是因为人力 你